下半时的比赛将会由贵州队这边率先来开球 双方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是战成了一个0比0 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 而上半时比赛当中贵州队这边的林家豪 由于受伤的情况被迫换下场 替补登场则是28号晨起上场之后情绪是非常的活跃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 各位中国体育直播TV的球迷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国体育直播TV为您带来的 2019赛季中国足球协会甲鸡联赛第一阶段第六轮的一场较量 贵州队对阵辽宁沈阳城市 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是由张宇晨为您带来的 下半时比赛回来之后 贵州队这边在左路发动的一次进攻 这边有辽宁沈阳城市的球员倒地 裁判是吹罚了贵州队的犯规 将球全是吹给了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应该是米哈伊洛一起 刚刚在和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我们再来看看刚刚这次的慢动作回放 米哈伊洛一起是倚住了防守队员 左手这下有点动作 再来看这次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后场寒阵直接是将球给到了前场的右路这一侧 贵州队这边后场左路这一侧直接将球踢到中场附近 皮球又是出了边线 贵州队的后场接外球 手炮球给出来 米哈伊洛一起 停下来之后 还是我们上半时比赛说过那个问题 米哈伊洛一起 作为一名外援球员 而且人高马大 在这种中甲联赛的层面级别的比赛当中 似乎并没有看到他的闪光点 来看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右色的一个界外球 前场这边孙发波直接是将球给到了发球区线附近 投球向前的传递 贵州队这边将球拿来之后直接往中场去给 投球的解围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的 贵州队这边的一侧界外球 伊丽哈姆江迅速的将球给出来 队友在敲回来 身后上来人之后 财犯这边名上 应该是有带到伊丽哈姆江 一张黄牌给到了孙发波 再来看一下刚刚 孙发波上前伸脚这下应该是带到了伊丽哈姆江的 左腿的位置 来看一下贵州队这次的任意球 王选红左脚给到湖顶的位置 第一点被顶出来之后 贵州队的二次进攻的机会 右路这边拿球 直接一脚起球转移来到球队的左路这侧 写下来之后 两个人的配合 伊丽哈姆江再给点球点附近的位置 第一点没能够拿到 米罕伊奇 没等球先到 人先倒在地上了 来看一下贵州队这边前场的界外球 陈奇交给伊丽哈姆江之后 两个人想要在两名防守队员的缝隙当中 将球传出来 没能够成功 辽宁这边一脚解围 皮球并没有踢远 贵州队这边在前场再次获得了球权 连续的传递之后 看看这边伊丽哈姆 米哈伊洛伊奇 这个位置左脚的打门 对于他来说没有足够的空间 让米哈伊洛伊奇身体舒展开来 晨奇的传球 安真 将球给到前场的右侧 接外球 贵州队的后场接外球 陈奇 守抛球往前给中场这边 米哈伊洛伊奇投球顶下来之后 再顶给队友 中场这边双方的争夺 两个人应声倒地之后 裁判这边是将球权 吹给了贵州队 朱世宇和伊丽哈姆江 中场这边将球给到 湖顶附近的位置 还有机会 我找帕尔姆克塔 选择传球反球去外 想直接打门 还是被挡了出来 伊丽哈姆江卡住身位 就是不知道 穆扎帕尔姆克塔拿球 贵州队的球门球 一脚直接给到左路这一侧 这边瑜伽伟一脚解围将球踢向了前场 法球区外的这一脚 也是没能够打成球门范围之内 现在看来呢 瑜伽伟上场之后 还是在球队的后防线上 风险位置上我们要来看一下 是谁来顶替了门羊 林龙昌在场上有受伤的情况出现 王斌在跟裁判 也说刚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说撞人这种事情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丁超 在上半时比赛当中的几次吹发过程当中 双方的球迷 双方的球员 在场上都有一些声音 瑜伽伤的这个情况 看样子还是比较痛苦的 右脚的脚踝的这个位置应该是 还是坚持走到场边 要来看一下是不是能够继续坚持比赛 张思鹏 球门球开出来 给到了后防线右路这边的队友 直接一脚大范围的转移 找中路这边 米哈伊罗伊奇还是第一点没能够拿到 贵州队前场的接外球 还是要去找米哈伊罗伊奇 前后夹击 球门球 米哈伊罗伊奇在向变才 胜速这应该是一个脚球 韩珍 实际一脚将球给过半场 段宇这个速度也没有起来 前场的一个接外球 来看看左路这边 刘嘉欣的位置是有一个前提 来看看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前场左侧的一个接外球 迅速的给出来之后 段宇 这一脚看看有没有机会 莫扎帕尔摩克塔再转移 这一脚大门 刚刚这一下 被林隆昌用身体挡了出来 反球区外还有机会 起球往里给 胡顶胡页的位置 第一点顶出来 贵州队这边后场拿球 直接一脚将球踢过半场 但是没能够形成反击的机会 辽宁水阳城市这边 中场将球拿下来之后 横向的转移 球队的右路这侧 直接起球往前给 皮球是在空中就已经出了边线 贵州队这边后场的一个接外球 手炮球给出来 米哈尔罗伊奇 像踢溅子一样 将球踢到了对方的球员 杨健的脚下 这边 王景彬非常痛苦的 倒在球场上 刚刚那个声音通过转播都已经能够听到 但是比赛仍然在继续 通过曼金头的回放来看一下 动作还是有点快 只见王景彬 手伍着自己右侧小腿的后部 看样子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是贵州队的脚球 现场能够听到队友让王景彬迅速的回来 米哈尔罗伊奇成为了法球区里被辽宁沈阳城市这边重点盯防的一个对象 门前的位置有太多的人 对于门枪韩城来说有个影响 来看这球给到门前 这球是打到了边网上 韩阵直接一脚将球给过半场 韩阵直接一脚将球给过半场 前场的左路这一侧 当刚断宇一直在等第二点的机会 这次上前的积极拼奖 或是对方球员不得不将球传了出来 米哈尔罗伊奇再交给伊丽哈姆江选择了回敲 这脚传球没有给好 中场被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不着化尔摩科塔将球队埃州 再分给队友一脚直接再往前给 球速有点快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这球还是被张思鹏在罚球区里没收 贵州队这边 左路这一侧的 推进到了中场这边横向的转移 起脚直接往前场的左路这一侧给 没有队友在这个位置接应 伊丽哈姆江的位置呢 再往中路去走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后场的一个手抛球给出来 踢球还是被贵州这边降球踢向了前场 贵州队这边的一个中前场的界外球 全球队 以利哈姆江 刚刚这下有一个想要去变线的动作 但是还是没有传好 来看一下这次的传球 后点的位置 皮球已经是出了底线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的球门球 击击二线 一 temporalAAAAA 一个 传球 这一耳 expression 还松 SUS 丶 Go 中场附近的位置 辽宁水阳城市这边 将球踢向了前场的右路这一侧 这球啊力量给的稍微大了一些 落点比较深 比赛的第61分钟 辽宁水阳城市这边的 第二个人员调整 换下了 替补上场的是33号王聪明 一名又23球员 一名换防线上的随位 换下了本场比赛当中 首发成场的20号球员 穆扎帕尔·穆克塔 在后防线上的一个 对位的换人调整 贵州队的球门球张思鹏 一脚给到前场的左路这一侧 辽宁水阳城市这边中场将球拿来之后 直接一脚向前的传递 并没有给过来 张思鹏的一脚写 将球踢出了边线 辽宁水阳城市这边的接外球 没有给好 直接是皮球在运行的途中 被贵州队的球员断了下来 双方中场的争夺 辽宁水阳城市这边在中场 再次获得了球权 这脚传球球给了过去 人没有到位 刚刚这脚传球来自于高师鹏 对于两支球队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贵州队这边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辽宁水阳城市这边有为明显 就是当在球场上队员们出现连续的一脚传球之后 到第三脚的时候 第三脚第四脚 这个球传的就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 贵州队这边后场将就断下来 第一脚就没有给好 辽宁水阳城市这边前场再次获得了球权 现在贵州队阵型被压缩的比较紧 中场这边 来看看杨剑扇来带球 直接挑到罚球区里 这球呢经过一次落地的反弹之后 是直接出了底线 贵州队的球门球 杨剑扇来带球队的反弹之后 是直接出了球队的反弹之后 这队的反弹之后 这队的反弹之后 张思鹏 直接一脚将球给到 球队的左路这侧 还有机会 老年沈阳城市这边中场将球团来之后 想要迅速的发动反击 这次看看 裁判要掏牌了 贵州队这边身后有拉拽的动作 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这球一旦过去 那就是单道机会 主裁派 冰超一张红牌拿在手里 谁上来都没有用 这张牌直接是将贵州队这边的场上15号球员张萌奇发下场 再来看一下 第一下 张萌奇没能够拿到球 但是球速比较快 紧接着要往上跟 而辽宁沈阳城市这边呢 刘嘉欣 从后面插上来 已经可以说是完全获得了一个单刀的机会 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张萌奇呢 身手将 宇家伟 拽倒在地 辽宁沈阳城市的一个任意球 张萌奇在指挥着自己的人强 排出了 四名人强 比赛的第65分钟 辽宁沈阳城市的一次任意球的机会 来看看这球 朱世玉这球打到人墙上 还有机会 左脚再往里给 边在这边举起有约位的情况 现在贵州队在场上是少一人作战 边在这次判罚没有任何的问题 在朱世玉第二次传球的一瞬间 大量的辽宁沈阳城市的球员 都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张思鹏 右脚直接给到前场 米哈伊洛奇漏过去之后 交给队友 中场这边中场的连续传递 转移到球队的右路这侧 两个人二过一的配合 但是位置被卡死了 皮球是出了底线 伊利哈姆江 辽宁队 本来是一次非常不错反击的机会 但是 这球可能是传得过于着急了 皮球 直接是出了边线 贵州队的后场界外球 桑林沈阳城市这边身后一个犯规 贵州队的前场戒外球 陈琦在给回来 选择了回传 中场这边 这球并没有给好 但是还在贵州队的脚下 米哈伊洛奇 每次米哈伊洛奇 是贵州队的一次快速反击 有一个犯规的动作 皮肤商场的33号 王聪明 张思鹏 直接一脚往前给 米哈伊洛奇 来看看这边 辽宁沈阳城市中场获得了球权 这脚转移 球队的左路这一侧 想要去找段宇 投球并没有顶到这球 还是出了边线 贵州队的后场界外球 手炮球给出来 再次有犯规的情况出现 贵州队这边 迅速的将球开出来之后 王选红 这叫传球 比赛的第70分钟 贵州队这边要做出人员上调整 换下了本场比赛当中首发登场的40号 马三杰 替不登场的则是35号 王尹 这是继张文奇被罚下场事后 陈茂做出的一个位置上的调整 用一名后防线的球员换下了中场球员 这样一来的话 贵州队阵型变成了一个432的阵型 比赛第70分钟 场上已经有球员出现抽筋的情况了 辽宁水阳城市这边 这是刚刚在换人的过程当中 高士鹏自己就坐到了球场上 担架进场之后 自己一站起来撑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又可以继续比赛 辽宁水阳城市的换人调整 这段时间双方应该是有一个连续的人调整 换下王静斌 这边是换下王静斌 换上32号马骏 换下21号高士鹏 换上7号静斌 换下13号段武 换上14号屈小规 在刚刚的这段时间里 辽宁水阳城市这边是连续做出了 三个人员上的调整 一个是21号高士鹏被换下场 还有19号王静斌 以及13号段宇 连续的换人调整 来看看辽宁水阳城市这边应该是想要趁着贵州队少打艺人的情况下加强中前场的攻势 再来看看这次的进攻 右路这边看看 王宋明刚刚这脚传球 也并不是很理想 贵州队这边 直接一脚将球踢到中圈附近的位置 辽宁水阳城市这边 杨健在中圈拿球观察队友的位置 左脚给过来 交给队友右路的起球 湖顶附近的位置 给球的落点来到了发球区里 张思鹏在发球区里直接是将球拿到 现在看来呢 双方主球链在人员调度上 明明的速度相对来说反应还是更快一些 张思鹏 守望球员在身体上有这样的冲撞和接触 裁判迅速的明上 这边是刚刚替补上场的 王也和孙发波 两个人都是奔着球去的 但是头部就撞到了一起 双方的队一进场处理一下 运动员们也是趁着这个时候啊 迅速的补水 两个人都要到场边 重新示意之后没有问题再上场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后场来发球 两件直接交给尽端的队友 曲晓辉 向前的一次传递 这球给他稍微轻了一点 双方的射程次数贵州队友三次 辽宁沈阳城市一边仅有两次 这边有权倒地裁判 这边又是一张红牌将米哈一落一起罚下 这样的话 贵州队现在是少两人作战 这个镜头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主菜办丁超刚刚 看这个方向 米哈一落一起倒地之后啊 脚上有一个灯榻的动作 这一下是直接 踢到了孙发波的头部 这确实是一个红牌的动作 主菜办丁超这次的判罚没有任何的问题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中场来跨球 杨倩现在是贵州队少打两人的情况 来看看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在进攻上会不会有些起色在 杨倩在右路带球的推进 给到点球点附近的位置 第一脚被解围出来之后 跨球区外还有机会 回传之后想组织二次进攻 这脚给的比较仓促 但是看看这次编路的情况 王聪明这次并没有拿到球权 有犯规的动作 刚刚看到了在替补戏上 刚刚被罚下去的张萌棋 也已经是来到了看台上 三本 剑没有必要假的 出招 Lets Arch 第二点 二点 三点 第二点 二点 二点 三点 二点 张子鹏 开子 二点 二点 直接一脚将球给到前场 球 第一点 啥 马路上 双方不断的投球争夺 王显红 也是看到了身边多名防守队员的跟上 索性呢 来一个请军入瓮 双方的犯规次数各有14次 贵州对这边后场来发球 王斌 直接一脚 这球是在空中就已经出了底线 对于贵州的来说 现在两大难题 一是本场比赛少打两人的情况下 在对于后方线上的压力来说非常大 陈茂呢 也是一直在思索 现在阵型该如何的调整 而另外一个呢 米哈尔维奇由于本场比赛当中领到一张 红盘下场比赛呢 对于贵州的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王寿廷也领到了一张黄盘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杨倩中场拿球 没有选择向前推进 而是交给自己身后的队友 找右路的空档 孙发波 停球下来之后 往前给 王聪明传中球 点球点附近的位置 看没有打门的机会 朱世玉这脚再来投球 球进了 比赛的第八十分钟 久攻不下 终于在第八十分钟 由 屁股登场的 于家伟 帮助辽宁沈阳城市 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朱世玉的助攻 再来看一下 这次曼宁的回放 王聪明的回传 倒三角给过来之后 朱世玉停球之后 左脚打门 第一下是被张思鹏扑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将球没收 危险仍然还在 这次是 紧接着第二次的进攻 来自 于家伟 张思鹏也是非常的无奈 场上少两人的情况 对于门将来说 压力确实非常大 特别受到对方的球员 打局加上几种的情况 于家伟 场上比分 0比1 贵州队坏人 换下28号 贵州队这边 做出了本场比赛的 另外一个换身调整 换下了 替补登场的陈琦 替补登场 换上场的则是18号 敏俊林 又远向深压城市这边 选择了回船 寒真 给到球队的左路这一侧 编路的这次突破 看看有没有机会 皮球是出了底线 陈茂也直摇头 辽宁沈阳城市的角球 在1比0领先的情况下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也并不急于 将比赛的节奏提得太快 对于他们来说 现在有着一球的优势 而且在人数上 贵州队又被罚下了两名球员 来看这次的 叫球 曲小辉 左脚给进来 门前的位置又是投球 这次是顶向了 球队的 球门的左下角这个位置 但是张思鹏的反应 非常的迅速将球没收 干嘛 张思鹏 直接一脚将球给到前场 人数上的劣势确实非常的明显 只能采取这样迫使对方犯规的方式 敬辉 刚刚在身后是有推人的动作 林隆昌 张思鹏 这球传着传着就传到了辽宁沈阳城市的拳脚下 来看这次倒三角又是给过来 第一点没能够拿到 发球去外还有机会 看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敬辉传中球第一点还是被林隆昌顶了出来 还有机会 这脚解围 贵州对这边迅速将球是踢过半场 两千 选择了回传这球 再给回来 后场的连续传递 突击朋友再给到左路 左路这侧的传递来看看想要去往中路去走 并没有急于突破 而是选择了回传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现在要通过 连续的传递倒角 来消耗对方的精力和比赛的时间 这个打法非常简单 少两人的情况下 我就通过这样来回不断的传递 势必会 对贵州队的阵型产生很大的影响 出版 张思蓬 球还没有开出来 这种懈怠的情绪已经写在了张思鹏的脸上 陈茂也没有什么办法 表情沈阳城市这边 看看这边贵州队在前场拿球 刚刚这条打门是打到防守队的身上 来自6号王寿亭 贵州队在比赛的第87分钟 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这种角球的机会就看贵州队能不能够把握得住 一旦把握得住 比分将会被扳平 如果一旦把握不住 让辽宁沈阳城市这边抓住反击的机会 那仍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来看这次的角球给出来 发现距离有倒地的情况 贵州依然没有出界 这边辽宁沈阳城市要组织反击 直接一脚将球给到前场 张思鹏已经来到了中圈附近的位置 完成了这次的戒围 阻止了辽宁沈阳城市这次的反击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孙发波直接将球给到了前场 贵州队这边 后场的一脚戒围 将球踢向了前场 前面根本没有自己的队友啊 对军方的回传紧接着寒阵 直接将球给到中圈附近的位置 贵州队这边 中场拿球 王斌 这脚转移给到球队的右路这侧 伊丽哈姆江 面对余嘉维 这球还是丢掉了 人数上的劣势体现的非常的明显 辽宁这边 后场直接一脚将球给到前场 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近辉 体力非常的充沛 但是这速度依然没有起来 皮球的落点也不是特别的好 来看贵州队的这次进攻 给到中路 这球没有配好 辽宁这边要开始组织反击了 虽然人数上占优 但是当反击的时候啊 没有迅速的将阵型压上来 这次发球去了停球 球停了下来 但是人出去了 韩珍来到发球区外来接球 将球带到发球区里 一次来消耗比赛的时间 在 全门线附近将球拿起来 手炮球交给了苏发波 再传给队友 比赛呢也已经来到了第90分钟 很快将会进入到商庭捕食的阶段 送发波子传球 后场的连续倒角 孙发波 再给到汪聪明 选择回船 再给到孙发波 贵州队这边 球队的左路已经空了 再给到门前的位置 推射空门 人数上的劣势就是这么的明显 当辽宁沈阳城市这边啊 进攻已经打起来的时候 左中右三路都有自己的队友跟上的时候 贵州队在后防线上 星星之火没能够燎远啊 刚刚的这次进球来自马俊 辽宁沈阳城市内进球 进球队员下半是比赛当中 停车场的球员 这样一来本场比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了 少两人作战的情况下 现在贵州队又是两球落后 下半时的比赛呢 也已经进入到了商庭捕食阶段 这较传球也没有给过去 被辽宁沈阳城市这边中场战就对下 随后呢 又是回传到了自己的后防线上 辽宁沈给到了孙发波 本将寒震再给到杨剑 右路这侧孙发波 就是要通过这种连续的传递来消耗比赛的时间 贵州队的球员在场上已经战役毫无 连上前逼抢的动作都没有 现在这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垃圾时间 现在变成了辽宁沈阳城市的后防线上球员 在后场倒角的一个活动 商庭捕食的时间难道都要在这样的画面当中去慢慢的度过吗 随着辽宁沈阳城市后防线的几名球员不断的倒角推进 这球呢传着传着也已经来到了中场附近的位置 给到右路这侧王聪明 贵州队这边后场将球断下来 选择挥传给了张思鹏 这个时间剩下的时间对于所有贵州的球员 对于场上每一名球员 包括辽宁沈阳城市的球员 都是在不断的去选择消耗 希望这些剩的这个补食的时间啊能够尽快的结束 皮球就停在张思鹏的面前 还是选择一脚将球踢过了半场 这个时候本场比赛的主裁判 丁超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最终辽宁沈阳城市凭借着下半时比赛当中 吕嘉维树和马军的亮丽金球 是两球战胜的贵州队 感谢各位球迷们的陪伴 我是张宇晨 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国足球协会夹击联赛 武汉赛区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